三岩仔美甲时期的库存 今天是草莓吐司 又要过年了 已经考虑再做一个美甲了 就做那种小短甲 又方便玩泥 又可以美美的 姐妹们有没有那种可爱的小短甲的照片 给我发一下 到时候我去做一个 这个三岩仔掉的这一块 我就开了一个史莱姆盖 上面就掉了一块 先不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 我只知道这个美甲师是个新手 悬甲我教的时候 他告诉我这个颜色做不出来 那都是开的滤镜 看网上大家都遇到过美甲师 用这样的借口 第二点 他去死皮 把我的小拇指剪出血了 他还问我疼不疼 我说的是不疼 就是有血 我害怕上一个人也被剪破手 我也被剪破手 这个东西他又不消毒 然后会不会就是有什么病 交叉感染 果然不要贪小便宜 做这种便宜的美甲 亲爱的史莱姆 让我的指甲存活不到十天 这个草莓吐司也太可爱了 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短甲照片 给我分享一下 我到时候可以参考 好了拜拜 拜拜